女人正在祭拜自己的父母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神秘男人 正朝他缓缓走来 女人察觉到不对劲 救援队很快赶到现场 发现男子并不是丧尸 而是一名挖木工 半个小时前 他和同伴挖木坑时 突然被一股神秘力量吸进地底 男子几经挣扎爬出墓地 而他的同伴还埋在土里生死未卜 老齐认为是地震改变了该地区的地质结构 整片区域如同流沙 一不小心就会深陷其中 队长拿出了成像仪 很快找到工人所在的位置 他们踩在木板上进行挖掘 突然 果然如老齐所料 木坑周围的泥土如同流沙 茂然挖掘显然不明智 就在大家一冲莫展之际 黑姐爬上了挖掘机 一顿操作猛如虎 很快将松软的泥土挖干净 消防员终于将被埋的工人救了出来 幸亏地下还有一丝空气 工人并无大碍 黑姐很迷信 他认为之所以能救援成功 多亏了目的中亡灵的茫茫 小帅听得毛骨索然 就在他转头之际 接下来 一辆皮卡被吊在半空中 他们该如何营救呢